磕疯了磕疯了 虽然表白被校草拒绝 但却磕到了他和另一个校草 下课后大家都往食堂赶去 池玉直接无视旁人硬生生挤到前排 旁边同学都惊了 闻到他时对着食堂阿姨就来了一句 一份糖醋排骨 这时旁边传来傅芷安的声音 一份糖醋排骨 谢谢 池玉瞬间觉得恼火 竟然敢跟自己抢 当即就催促糖醋排骨 快点 旁边傅芷安也不甘示弱 没想到两大校草第一次同框 居然是为了一份排骨 此时女同学们好想自己就是那份排骨 阿姨被他两整无语 那个剩的糖醋排骨就够一份了 这时池玉直接刷卡 我挑食就要这个 傅芷安微微一笑 我也要糖醋排骨 池玉忍无可忍 直接开口骂人 傅芷安看了他一眼 你哪位 算了 不浪费后面同学的时间了 这份排骨 让给你吧 池玉再次被他气到 谁要吃你不要的东西 既然如此 傅芷安就不客气 阿姨一份糖醋排骨谢谢 接着端着饭头也不回的走了 留下身后气急败坏的池玉 池玉松了松衣领 觉得倒霉透了 饭也不吃就这么走了 傅芷安加起糖醋排骨 看着生气走掉的池玉 接着尝了一口 果然还是太甜了 这是一位同学过来坐在他面前 你居然不认识池玉 就每次都和你一块上校草排行榜那个 他跟你可真不是一个类型 成天人是捅娄子 一年写的检查能出本书了 不过人家会投胎啊 有个有钱老爹 可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我听说他爸妈从没去过开家长会 说着就加了一块傅芷安的排骨 傅芷安当即拍桌 同学瞬间被吓倒 手上的排骨都掉桌上 你坐这儿说半天了 你谁 同学有些尴尬 傅芷安别开玩笑 我坐你前桌都快半个学期了 没想到傅芷安一点面子也不给 不记得 还有 不要随便动别人盘子里的菜 同学见状只好端起餐盘赶紧跑路 傅芷安看着这个排骨 明明密的紧 但那人怎么就这么喜欢吃你呢 这天早上 迟玉在路上突然被一个女同学拦住 面对女同学 迟玉也是直接开队 好狗不挡道 女同学羞红着脸 那个 上次我跟你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迟玉一脸问号 接着就想起来了 你等一下 女同学十分期待 只见迟玉从书包里拿出一堆情书 哪个是你的 自己找 女同学都要被气哭了 迟玉你太过分 接着转身跑走 迟玉看他这样只觉得他有病 路过公告栏时 突然看到全校表彰榜上 第一个是傅纸安的名字 与之对应的 旁边的全校通报榜上 第一个竟然是自己的名字 立想到是这个 跟自己抢糖醋排骨的人 迟玉就觉得来气 于是过去送了他两个字 接着潇洒离去 这边另一个女生单独约见傅纸安 你之前说喜欢赞马尾的女孩子 你看 我现在也有马尾 傅纸安无奈叹气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拒绝他的表白了 孙悟空还曾想放弃西天取经 他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还真是少见 于是告诉他这个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马尾变 女生表示总有一天会长成马尾变的 对此傅纸安还无法反驳 想着要是再不让他死心 班主任又得找自己谈话 突然看到旁边树底下有个人在睡觉 当即心生一计 不好意思 我之前一直没有说实话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 女生想要知道那人是谁 循着傅纸安的目光看去 发现树底下那人的腿好长 说完傅纸安起身就走 女生十分沮丧 想不到自己的恋爱还没开始就结束 不过这个女孩的腿也太长了吧 突然那人起身 想不到竟然是迟玉 女生顿时被惊到说话都开始结巴 迟玉听到她的声音直接回头凶了她一句 看个屁啊 女生羞红着脸简直不敢相信 等等 难道说 他们简直磕疯了呀 回到班上后 旁边女生也开始磕起了她俩 迟玉被他们吵得都睡不着了 直接凶了他们一顿 但不同以往的是 他们竟然对自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时前面同学拿手机给她看 时被气炸 愤怒拍桌 这谁发的 前面同学被吓得瑟瑟发抖 不关我的事 我也是刚看见 傅子安班上 注意到同学的异样 傅子安拿出手机就看到了那条博文 怎么感觉这每个字都认得 连在一起就让人看不懂吗 这时班级门被一脚踹开 迟玉怒气冲冲指了指傅子安 出来看到傅子安的迟玉就跟个火柴一样 一点就着迟玉把傅子安叫出来 问她又在搞什么 傅子安表示就是随便找个借口拒绝一个女生 迟玉都无语了 那你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了 傅子安却觉得是她自己要撞上来的 迟玉不想跟她废话 直接问她打算怎么办 傅子安觉得这个对自己没什么影响 你要是觉得跟我搭在一起很难办 那我也可以想想办法 迟玉愤怒转身让她快点解决 傅子安一脸傲娇 你求我了 这下迟玉忍无可忍 挥起拳头就朝她冲了过去 但却被她一个歪头躲过 躲得倒挺快 原来从小他们两家就住对门 互相是对方家长嘴里别人的孩子 因此他们都不待见彼此 即便见面也是装不认识 现在这样大眼瞪小眼的情况 还真从来没想过 迟玉自然不愿意向她低头 气鼓鼓就走了 傅子安被她这么样逗笑 回到教室迟玉仍一肚子 注意到旁边同学的视线 直接一个怒视警告 接着趴在桌上生闷气 这边傅子安找到那位女同学 追了她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她主动和自己说话吗 傅子安刚想解释 突然就被女同学打断 我想清楚 虽然我知道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 所以看不上我 但你也不用说自己喜欢迟玉来敷衍我吧 还有我不会放弃的 说完赶紧跑出教室 傅子安无奈叹气 接着又想到了迟玉 立马被逗笑 看来这个屎盆子还得在她头上 晚上回到家后 迟玉仔细看了下那条博文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 这时突然看到下面的一张图片 点开一看都要脸红的程度 傅子安哪有这么好看呀 高二的时候进行了纹理分班 大家都在看新的分班表 迟玉也凑上前 看到自己的班级后 直接往那个班走去 同学们看到迟玉近来一脸不可思议 这时迟玉惊奇的发现 傅子安竟然在这里 被迟玉生气质问 傅子安则是一脸淡定 想不到两大校草竟然分在同一个班 班主任过来给大家进行自我介绍 突然看到傅子安后面的同学看不到黑板 于是问傅子安会近视吗 听他说不近视 班主任就让他去坐迟玉旁边 迟玉直接威胁他 你敢坐下试试 偏偏傅子安还就不怕他 好啊 我试试 气得迟玉赶紧把桌子往里磨 你给我等着 你别过线了 在傅子安认真写作业时 迟玉就不停在旁边搞破坏 但不管他怎么闹了 傅子安仍不为所动 班主任看不下去 直接一根粉笔丢迟玉头上 迟玉 你给我消停点 下课后班主任气鼓鼓走出教室 迟玉一把抢走傅子安的练习册 问他为什么要选理科 傅子安十分淡定 挑战自己 迟玉感受到赤裸裸的挑衅 就要对他动手 看傅子安说话还是这么欺人 迟玉再也忍不了了 直接起身举起拳头 但是看着傅子安这细皮嫩肉 若柳浮风的模样 感觉自己这一拳下去 得被他赖一辈子 最终还是没有对他出手 你离我远点 没事别扭过来 让我看见你那张臭脸 还有 不准超过这条线 这时傅子安突然注意到 迟玉背包里掉出来的情书 于是借机调砍他 瞬间又把他气炸毛了 原本是要让傅子安 澄清和自己的谣言 没想到他却当众说喜欢自己 上课的时候 迟玉全程盯着旁边的傅子安 赶过线 老子就剁了你 老师看到这一幕 直接点迟玉的名 因为注意力都在旁边的傅子安身上 迟玉根本没听到老师的话 看到傅子安看过来 迟玉又炸毛了 谁让你把你面贪脸扭过来的 给我转过去 老师再也看不下去了 迟玉 你给我站起来 你在那干嘛呢 迟玉一脸不服气 告诉老师自己在听课 看他还狡辩 老师就让他重复一下 自己刚刚讲了什么 迟玉刚想随便应付两句 看到旁边傅子安 给自己指了指课本上的内容 迟玉就罩着念了 老师直接被气到 你给我楼道里站着去 看他受罚傅子安开始幸灾乐祸 站在外面的迟玉还是不肯消停 明明知道那小子不怀好意 怎么就罩着他指的念了呢 这时傅子安往窗外看了看 迟玉当即竖起手指要气他 下一秒就被班主任抱头 你竖两个指给谁看呢 看他还是这么吊儿郎当 班主任无奈叹气 迟玉啊 现在都高二了 你文科虽然差了些 但理科还不错 男孩子从高二开始努力也来得及 但此刻迟玉的注意力 却在里面的傅子安身上 原来傅子安也回敬了他一根手指 终于是到下课了 迟玉直接在门口堵住傅子安 站住 你这就想跑 注意到旁边一堆同学吃瓜 傅子安便凑上钱 我这不是出来找你呢 迟玉瞬间谈开 你离我这么近干嘛 神经病 接着也看到旁边的同学 趁现在人多 你快给老子澄清 傅子安告诉同学们 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我是单方面喜欢他 迟玉一听直接来伙 上前一把揪住他 你头和屁股又装反吧 想不到他欺人这么有一套 迟玉不再跟他废话 傅子安站在原地 回想着刚刚的手感 他和小时候一样 还是太瘦了呀 迟玉来到体育场 一想到傅子安就来气 正当他抓狂时 旁边同学邀请他来打对抗赛 迟玉愤怒转身 再说 同学看他没拒绝 同学就当他默认同意了 想着还差一个人 这时看到旁边的傅子安 差点把你忘了 篮球对抗赛 你可得参加 傅子安一脸懵圈 接着就被他带去见队友 看到傅子安过来 迟玉都要骂人了 你还敢站到我面前 接着一把抓住他的手 这戏胳膊戏腿的还打球 可别逗我了 同学都无语了 还真是说走就走啊 转头看了眼傅子安 傅子安还沉浸在 刚刚被迟玉抓的那荧幕中 他被发现赶紧解释 自己就是手臂有点拔 因为还差一个人 同学直接叫旁边 一个不会打球的男生来凑数 看着对面这架势 再看看自己这边 这还打个球 比赛开始后 傅子安听出色的技术 为队伍拿下漂亮的一球 与同学们看到这一幕疯狂尖叫 同学也是十分佩服 兄弟可以啊 开场30分钟 两个线外三分 长发男过来跟傅子安打招呼 哥们 篮球打得可以啊 但傅子安并没有搭理他 长发男转头是一对 等下自己去解决那个头三分的 比赛接着继续 对手开始阻拦傅子安投篮 但还是被傅子安找到机会 女同学们不断为他加油 这时长发男凭借身高优势 直接篮在傅子安前面 却还是被傅子安跃了过去 就在傅子安跃起投篮时 长发男不讲 武德直接跳起来把他撞倒 傅子安就这么重重的摔在地上 听到傅子安被人欺负了 十欲霸气一脚踹门进去救人 把人撞倒后 李智一脸坏笑 抱歉了哥们 我故意的你又能怎样 哪凉快哪呆着去 你就在三班好好呆着 别没事出来逞英雄 旁边同学觉得 还是先送傅子安去医务室吧 但却被李智一阻止 这边迟玉气轰轰返回体育馆 刚刚走太极把包落在那里 路上听同学们说 三班和七班打班赛把门锁起来了 李智一打球那手脏的有 我朋友在里面发短信说打起来 说是李智一又吓很爽了 把傅子安撞的脸都白了 这时二人注意到身后的气氛不对劲 只见池玉带着怒骨黑脸站在后面 给我起开 两位同学都被他这模样吓到了 赶紧给他让道 池玉转了下门把手 但却打不开 有人提议要不找门卫 但是听说李智一有几个社会上混的朋友 包里天天踹钢管的那种 门卫也不敢管 池玉愤怒地对着门踹了一脚 同学们在旁边都看愣了 这一脚的威力直接把门踹出来一个印子 喂 里面的 我数五个数把门给我开开 数到三的时候 池玉直接大力一脚下去 门当场被踹飞 里面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池玉俨然一副要干架的模样 哟 打球呢 带我一个呗 李智一告诉他不行 现在替补名单都满了 没等他把话说完 池玉直接一个膝盖顶上去 李智一立马被他打倒在地 接着池玉步步逼近 你不是喜欢打人吗 说着上前一把揪起他 接着就是一顿狂揍 把人教训完后 池玉潇洒转身 最后还回头嘲讽 下次再想打人 还喊我呀 李智一在地上瑟瑟发抖 这人就是个疯子 来到傅纸安身边 池玉还是以平常斗嘴的口吻 还没死吧 看傅纸安这难受的模样 池玉还是心软了 接着把人扶起 过程中确实十分小心翼翼 这时同学过来告诉池玉 刚刚傅纸安撞到了肩膀 池玉一个眼神过来 同学瞬间被吓一跳 池玉就跟个大佬一样 让同学去把自己的包带上 同学赶紧答应 这边池玉一转头 就跟傅纸安面对面 赶紧一脸傲娇的 把头扭向一边 路上还不忘挖苦他 有劲动物 没劲还手是吧 看他现在走路 这费劲的模样 池玉直接蹲下 接着把人背起 你跟小时候比 现在真是死沉 傅纸安这会儿也是对了回去 你跟小时候比 现在真是死丑 看他竟然还跟自己顶嘴 池玉都想把他丢回去 转头却看到 他这么虚弱的靠在自己身上 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路上同学们看到 这一幕开始议论纷纷 原来传闻是真的 磕到了磕到了 池玉听到他们这么说 当场羞红了脸 开始加快步伐 这时候背上的傅纸安 发出刺痛的声音 池玉当即又放缓了脚步 于是就这么听着 同学们现场磕CP 来到医务室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告诉傅纸安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肩关节脱胃了 一会儿复原一下就可以 提醒他最近一段时间 都不要参加体育活动 池玉问医生 他好像腿也不太好使了 不会是断了吧 逼生一脸无语 那是膝关节软组织损伤 所以会有肿胀行动不变的现象 接着池玉给傅纸安端来水 一边还不忘埋态他 看到池玉受伤的时候 傅纸安就开始说他 你还是不要再打架 学校不告蓝领 你的通报已经够多了 池玉觉得他真是啰嗦 赶紧喝 喝完送你回家 接着一路上就这么扶着他 突然身后一个男人 上前搂住池玉 是傅纸安的爸爸 傅纸安妈妈也一起过来 关心他是跟人打架了吗 傅纸安告诉他 就是打篮球不小心摔倒 看着刚刚凶巴巴的池玉 在自己爸爸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傅纸安就被他逗笑 既然他爸爸妈妈都懒了 池玉也是赶紧跟他们说 自己先回去 回到家后 傅爸爸埋怨 傅妈妈怎么不留小池吃个饭 现在他一个人住 能吃点什么好东西 傅妈妈当即敲了他一块 你以为我不想留他吃饭了 我看见小池心里难受 和温华太像了 越长越像 小池现在长得这么好 温华知道了肯定会开心的 说到这个傅爸爸就来气 池玉迪那个畜生 还没接小吃回家 傅妈妈让他在安安面前 说话注意点 傅爸爸越说越激动 我说错了吗 池玉迪那个畜生玩意儿 当初温华就是因为他死了 哼不吃了 傅妈妈懒得管他 赶紧给旁边的傅纸安加菜 别光吃米啊 多吃点菜 池玉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晚上竟然亲自过来 给傅纸安送药 回到房间后 傅纸安打开抽屉 拿出一本相册 里面有一张自己小时候 跟池玉和他妈妈的合影 看着这张照片 儿时的场景 再次浮现在脑海 那天温华阿姨 开心的拿着相机过来 进来就看到 两个小家伙争执的场面 接着蹲下摸摸傅纸安的头 安安连不高兴都这么可爱呢 旁边池玉却不觉得 他那张臭脸跟个八爪于是的 马上就要拍照 温华让两个小家伙过来一起 接着凑近池玉耳边 要想交朋友的话 要先冲别人伸出手 一个劲弄坏别人东西 是交不到朋友的 接着开始到济世拍照 数到二的时候 池玉主动抓住了傅纸安的手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温华阿姨 第一次交给池玉的道理 往后池玉也十分听话 每每都冲傅纸安伸出手 直到那天 傅纸安站在楼上 看着下面的池玉和他父亲 池玉愤怒地甩开父亲 碰他的手 接着一脸愤怒地看着他 你不配 转身就走向车里 这时傅妈妈过来 傅纸安转身问妈妈 温华阿姨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妈妈努力憋住眼泪 这一刻傅纸安明白 池玉也不会回来 那个好看的男孩 再也不会回来 后来即使和他上了同一所初中 也没再说过话 晚上睡觉时 突然听到手机来消息 拉起一看竟然是池玉 傅纸安起身来到窗边掀开窗帘 接着就看到池玉 站在楼下晃动着手里的药 看傅纸安还站在那里看 池玉都要骂人了 看个屁啊 还不下楼 他都抓狂了 傅纸安也是赶紧准备下去 突然想起来什么 接着拉开抽屉 等傅纸安过来 时玉就把药递给他 给你 白天要放在我包里忘给你了 说完转身就走 听到傅纸安叫自己 时玉扭头 接着就看到他亮亮呛呛 朝自己走来 原来是要给自己窗壳贴 时玉当即拒绝 不用 我才不贴这东西 傅纸安却一把抓住他 强行就要给他贴上 拉扯的过程中 傅纸安动到肩膀又开始痛了 时玉都无语了 只好接下他的窗壳贴 莫 行了吧 真是 瞧你这样 还给人贴窗壳贴呢 对了 这几天放学你等着我 李志玉那畜生玩意儿 肯定还留有后手 傅纸安觉得被他跟着才更危险 时玉也不打算跟他斗嘴 直接转身 也乐意 这天来到座位上 傅纸安就看到旁边 气不鼓的时玉 原来是那天的场景 被人拍下来 看他这么瞪着自己 傅纸安告诉他自己 澄清过了 时玉被他气到 你是怎么澄清的 说你单方面暗恋我 你暗恋个屁安 于是傅纸安提议 让迟玉去澄清 迟玉都想揍他了 你自己搞的屁事 凭什么脑子去澄清 接着扭头不想搭理他 傅纸安觉得他真是可爱 接着又开始逗他 怎么 害怕传出去 让笑话知道吗 上完最后一节课后 生活委员过来告诉迟玉 今天轮到他和傅纸安值日了 迟玉问他 觉得傅纸安 现在这状况能值日吗 马上旁边就有个同学 自告奋勇要留下来 帮迟玉一起值日 迟玉看着旁边那同学 有事说是 笑得那么恶心干嘛 但迟玉这样背着自己满头大汗 傅纸安开始有些心疼 王霄主动留下来 和迟玉一起值日 原来是为了感谢 他那天在体育馆的健义勇为 对于他的套镜 迟玉却并不感冒 不过王霄也是真能扯 说是和迟玉一起值日 全程都是在旁边 看着一边拍马屁 迟玉都想要揍他 拿起拖把就塞给他 让他去拖地 傅纸安在旁边无奈叹气 舔狗没有好下场 结束回去的路上 迟玉忍不住吐槽 王霄那小子 真不知道他留下来 到底干嘛的 注意到傅纸安没有跟上 迟玉转身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说 你就不能打个车吗 傅纸安告诉他没钱 让开 别挡路 迟玉看不下去 一把拿过他的书包 真是麻烦死了 上来 傅纸安看他这举动都愣住了 迟玉催促他快点上来 于是路上迟玉就这么背着他 路人看到后开始议论纷纷 迟玉十分无语 看什么看 没见过悲人吗 走了一段看迟玉好像有些吃力 傅纸安决定斗一斗他 于是像骑马一样说了一声 驾 迟玉一听直接来火 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 傅纸安一点也不慌 继续连着说了两句 迟玉气急败坏 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 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舌 很明显是有些累了 即便已经满头大汗 迟玉还是没有随便把人放下 这时傅纸安伸手帮他擦了擦汗 迟玉条件反射立马转头 你干嘛 傅纸安告诉他没什么 看着手上的汗水说脏 接着直接抹在迟玉衣服上 这下迟玉再也忍不了了 当场叫了辆出租车 你自己走吧 老子受够你了 再见 傅纸安回想着刚刚的场景 现在让你生气真是越来越难了 司机送迟玉到家门口 看着这里的房子不由得赶他 这么好的房子得多少钱一瓶啊 进门书密码的时候 看到手上的窗壳贴 迟玉当即就要把他撕下来 突然一个女生过来挽住他的胳膊 怎么放学这么晚 我站的腿都酸了 迟玉奇怪他怎么回来了 女生表示自己在国外太想家了 所以就回来了 但迟玉并不想搭理他 跟迟玉进来家里 女生当场被惊到 你住的房子也太大了吧 你这二楼都是空的吗 我能不能搬过来住啊 迟玉直接拒绝 你有事吗 女生告诉他就是听说 他又把学校体育馆的门砸了 迟玉一听瞬间面路不悦 接着起身准备上楼 迟玉躺在床上 看着信息十分烦躁 看到迟玉被女生挽住胳膊 父子安粗意大发 这天大家都围在公告栏看月考成绩 迟玉一句话 所有人都乖乖给他让道 王霄告诉他还是最后一名 但是化学比上次高了两分 正要回班上时 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 体育馆的事调查清楚了 没等班主任说完 迟玉直接问 他又捐钱了 班主任让他不要老是这样的语气 你把体育馆的门梯坏 你家里出钱休是应该的 还有你把理智义的鼻梁鼓都打断了 迟玉听着十分不信 那开除我呀 班主任告诉他也没那么严重 迟玉不想再跟他多说什么 你要是很不爽的话 可以打电话叫家长 如果有人来的话 放学后 父子安收拾东西就准备回去 这时迟玉一把抓住他 听他叫自己的名字 父子安问他怎么了 迟玉就这么跟他对视着 突然感觉不好意思赶紧起身 说好的一起走 跑那么快赶着去哪 看他还不跟上 迟玉都想骂他了 走啊 还等老子背你呢 半路上 前面那个女生突然出来挽住迟玉的胳膊 哎呀 可算出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呢 王霄看他俩这模样 开始在父子安面前一顿说 本来父子安心里就不好受了 听着王霄的话更是来 突然大声叫他的名字 把人吓一跳 但马上又对他礼貌微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接着快速从他俩面前走过 迟玉赶紧叫住他 父子安虽硬了他 但却没有回头 迟玉一把推开女生 接着跑去拦住父子安 你走反了 走到你死你也到不了家 父子安直接回他一句关你屁事 迟玉顿时猛了 父子安这个乖乖仔刚刚爆粗口了 什么情况 李之一那天把你打的小脑瘫痪了 女生看出来情况不对上前询问 看他们站一起狼才女貌的样子 父子安更是来气 没什么 你和迟玉慢慢聊 女生越看他越觉得眼熟 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 你是八爪 迟玉赶紧让他闭嘴 这时王霄也过来吃瓜 女生继续爆料 以前包里那张合影的小男孩 和这位男同学长得一模一样爱 旁边其他同学听到也纷纷过来吃瓜 迟玉拉着他们就赶紧走 王霄问女生说的八爪鱼是什么 女生告诉他 我哥钱包里有一张和我哥合影的小男孩 他的背后写着八爪鱼 具体什么意思得问他了 这下王霄反应过来 你们是亲兄妹 女生继续上前挽住迟玉 是啊 亲兄妹 迟玉让妹妹没事就回去 不要在大街上瞎晃 妹妹告诉他 陈叔一直开着车在后面跟着 爸爸让你周末回趟家 说一家人要一起吃个饭 迟玉表示自己要先送傅志安回去 其他的等自己到家再说 不要再跟过来了 路上傅志安问他那张照片不是扔了吗 迟玉告诉他只是放在钱包里忘了拿出来 看他在那里笑 迟玉都要骂他了 这时傅志安把书包丢给他 我去买点东西 于是迟玉就在原地等他 傅志安回来看到他这模样不由的感叹还挺帅的嘛 迟玉一把拿过他手里的东西 走了 不得不说还真是沉呀 突然前面一伙混混出现拦住了他们 两人还一块回家呢 我说你俩该不会争在一起吧 傅志安可真是太会了 一个激将法就让迟玉主动跟自己牵上了手 被李志毅带人拦住去路 迟玉依旧不慌 这时李志毅从包里拿出钢棍 这样你给老子跪着道歉 这事也就算了 要不然可不是打一顿的事 迟玉把手上的药递给傅志安 你先回去 这场景让傅志安想到了小时候被迟玉保护的时候 接着问迟玉该不会觉得这样很酷吧 迟玉挽起袖子就准备干假 让傅志安别在这里碍事 看他还不走 迟玉都要骂人了 傅志安十分无奈 接着拿着要走了 李志毅拿着钢棍就朝迟玉发动攻击 没想到却被迟玉轻松躲过 紧接着还挨了他一拳 把他打倒在地后 迟玉还不忘嘲讽他一番 李志毅恼羞成怒 让剩下的人一起上 即便迟玉很能打 但那些人还会搞偷袭 眼看迟玉就要打赢了 李志毅却卑鄙地上前死死抱住他 接着迟玉就被混混打了一棍子 直接倒在地上 李志毅一脸逮色出烟侮辱他 突然迟玉瞅准机会 直接给他下面来了一下 接着艰难起身 你那玩意儿就那么改大 李志毅被气炸 抡起棍子就要朝他打去 突然后面有九瓶碎裂的声音 转头一看是傅志安 李志毅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看着倒在地上的迟玉 这回傅志安也是彻底被惹火 一脸凶狠地威胁李志毅 你再碰他一下试试 迟玉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刚刚讲脏话的是傅志安 李志毅不相信他敢动手 傅志安让他可以来试试 二人僵持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警笛声 几人反应过来 他刚刚是去报警了 赶紧开溜 其实是傅志安手机里放的警银 等他们走后傅志安来到迟玉面前 伸手倾触着他的脸颊 你的打架水平太一般了 还有身上太脏了 迟玉瞬间被他气到 由于动作太用力 动到肩膀就开始痛了 你也不看看老子一个打他们几个 看迟玉还嘴硬说随便 傅志安直接起身不服他了 接着一脸坏笑 求我 迟玉被他气到开始骂人 突然傅志安一把将他拽起 接着就要带他去医院 但迟玉却说不用 转身就要回去 傅志安抓住他的衣袖 那去我家 迟玉依旧嘴上不饶人 就你家那批大胆的地方 老子腿都伸不直 听着他的话 傅志安的视线开始下移 看他一直盯着那里 迟玉又炸毛了 老子下面有多牛 你想都不敢想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不得不说惹迟玉生气 傅志安还是很有一手的 一直被他这样笑 迟玉果然受不了了 直接抓住他的手 现在就去你家 老子今晚就让你开开眼界 注意到他现在正抓着自己的手 傅志安露出得逞的笑容 果然只有傅志安能治得住迟玉 在傅志安面前 迟玉就跟个怂小孩一样 傅妈妈看到两人这么样都吓坏了 怎么搞的 这么晚才回来 傅志安觉得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于是傅妈妈决定先去开门给他们拿药 这是傅志安一把揽过迟玉的手 另一只手直接搂住他的腰 接着一脸得意的看着他 嗨你哟 迟玉当即跟傅妈妈告状 阿姨你看傅志安占我便宜 没想到傅妈妈却让他再占回去就扯平了 迟玉一时间竟无法反驳 傅志安告诉他什么时候来占便宜 自己都不介意 迟玉瞬间被他气倒 老子介意 上楼后傅妈妈拿来药箱 迟玉看着桌上的饭菜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个位 傅妈妈关心他怎么把头都搞祸 有没有去医院 迟玉告诉他没事 又不是第一次 傅妈妈都拿他没办法 傅志安奇怪 妈妈今天不用给爸爸送饭吗 这下傅妈妈才反应过来 刚刚顾着等他们都忘记时间了 傅志安上前拿过药 妈 你去给爸爸送饭吧 我来就好 于是傅妈妈就先去送饭了 等收拾完了你们记得吃饭 我和你爸估计要晚点才能回来 小迟今天就留在这别走了 明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等妈妈走后 傅志安便准备给迟玉上药 看迟玉这不配合的模样 傅志安也不意外 伸手捏住他的脸 碰到他的伤口 迟玉又炸毛了 你这是要杀人啊 傅志安告诉他 怕疼就不要总打架 没脑子的人才只会挥拳头 你啊 就是最没脑子的那种 迟玉直接挣脱 你有脑子 拎个破酒瓶来吓唬人 也就李志毅这种耸祸会被吓着 他们也不动动脑子 碎酒瓶子扎着人是会搞死人的 借你几个胆子你也不敢 傅志安伸手弹了下他的额头 他们如果真要动你 我当然敢 听着他的话 迟玉瞬间羞红了脸 你就吹吧 不过这家伙好像不再是小时候 一直需要自己保护的样子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听到傅志安让自己脱衣服 迟玉瞬间慌了 坚决不脱 于是傅志安开始用激将法 这么怕我 迟玉还在这里嘴硬 你别在这放屁 老子是怕自己身材太好 让你看着自卑 下一秒傅志安凑上钱 那麻烦你 让我自卑一下 迟玉被他气到 接着推开他 脱就脱 小心老子的腹肌 闪下你的狗眼 接着傅志安开始倒出药膏 看到迟玉后背的伤后 傅志安顿时愣住 迟玉奇怪怎么了 傅志安告诉他没事 接着开始帮他涂药 在他触碰到自己时 迟玉还是很害羞的 看他这么敏感 傅志安还以为是弄疼他了 迟玉表示就是有点痒 想着虽然以前也不是没有摸过 但现在怎么感觉 和小时候不太一样 转头问他 傅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听他说要到凌晨 那倒是跟小时候一样 收拾药箱的时候 傅志安的目光 不自觉看向沙发上的迟玉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看到他过来迟玉顿时慌了 傅志安问他 为什么要装不认识自己 迟玉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接着傅志安凑近 我问 在学校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双方以开玩笑的口吻 表达了对对方的喜欢 但终究因为害羞就这么略过 被傅志安问到 为什么在学校不和他说话 迟玉表示和他说话心情不好 傅志安问他是讨厌自己吗 听迟玉说不讨厌 傅志安微微一笑 接着攥紧拳头 那就是喜欢我了 看迟玉沉默没有说话 傅志安也就不再追问 接着起身 完事了 吃饭吧 当他拿着药箱转身 迟玉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你喜欢我吗 看迟玉这羞红着脸的模样 傅志安被他逗笑 下一秒就丢给他一条毯子 还行 显然这个回答让迟玉很不爽 接着猛的起身 贴近傅志安紧盯着他 接着拍拍他的肩膀 跟我想的一样 我还真以为你看上我 傅志安也顺势一起说笑 我的眼光有那么差吗 先吃饭吧 看桌上的菜好像都有点凉了 刚打完架的人吃凉的不太好 傅志安刚要准备把菜热一下 这边迟玉已经狼吞虎咽开始吃了起来 接着回答傅志安刚刚的问题 我不理你 是因为我妈 我看见你就想起以前 跟我妈住你对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以为你就是全世界最讨厌的人了 没想到比你还讨厌的人 居然有那么多 看着眼前的迟玉 傅志安真希望他可以永远像以前那样开心 吃完饭后说到睡觉问题 迟玉问他怎么睡 傅志安一脸坏笑 你说呢 迟玉顿时羞红了脸 老子才不跟你一起睡 两个大男人一起睡觉 想想就变你 看他这样傅志安就忍不住揍他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说不定你弯了 迟玉被他气到 上前抓住他的手 拉着他就往房间走去 接着一把将他推倒 瞧见没 我们家老儿完全没有反应 傅志安当场被他逗笑 看他笑成这样 迟玉又炸毛了 睡觉就睡觉 话这么多 事实上此刻迟玉的 小心脏跳得可快 第二天太阳都晒屁股 迟玉还是没醒 旁边傅志安迷糊中睁眼 看到迟玉这睡姿 还哼哼唧唧蹭来蹭去 真是个魔人的妖精 这时傅妈妈回来了 安安小迟 起床了 出来吃早饭了 刚一进来房间 就看到傅志安一脸严肃 示意自己安静 迟玉听到动静也醒了 傅志安来到外面 告诉妈妈 早上说话不要那么大声 还有人在睡觉 看到迟玉出来 这头发乱糟糟的样子 傅妈妈忍不住调侃 傅志安也不忘来一嘴 睡得跟死猪一样 看他们俩又要掐起来 傅妈妈赶紧扯开话题 好了 快洗手吃饭吧 接着问迟玉下周的家长会要不要让傅叔叔替他爸爸去 迟玉告诉他不用 我爸找人去 正当傅妈妈还想说什么 旁边傅志安赶紧打断 妈 今天菜有点咸了 傅妈妈觉得十分奇怪 这是之前一直吃的 没换啊 这孩子平时吃饭也不说话 今天怎么突然还对我的手艺挑三减四 迟玉告诉傅妈妈这吃起来正好 收拾碗筷的时候 傅妈妈还是有些担心迟玉头上的伤 建议她还是去医院看看更好 别留下后遗症了 傅志安觉得她现在跟留下后遗症没什么大区别 这脑子搁在火锅店直接就能下锅了 迟玉听着她的话一脸懵圈 傅志安坏笑 我在说你猪脑子 迟玉顿时气得都想打她了 下楼的时候傅志安也跟着送她下来 其实家长会可以不用去的 迟玉告诉她家里保姆会去 无所谓 反正我那几张十几分的卷子她也懒得看 去了也白去 走了 没走几步突然又停了下 转身看着傅志安 你早上举着胳膊在我头顶干什么玩意儿